在理性与感性的第27章中 玛丽安在等到不到沃勒比的来信时 心情逐渐浮躁 而艾利诺身为一位理智的旁观者 她认为她有义务要与妹妹聊聊 互相隐瞒心事的两人 在沟通的过程中产生了冲突 你是在等她回信吗 没有啊 没什么 有事的话就说出来啊 我们是姐妹 你不相信我 玛丽安 那你有跟我说你的心事吗 你最近看起来心情逢同的 你就跟她说出你的心事啊 有时候你就跟着什么一样 谎帅一点 跟她聊聊吗 但我必须遵守承诺 可是你自己都不谎帅 还会让玛丽安开口一个换心事 很可能嘛 好 撇除诺言 那你看你自己跟爱德华 两个人就这样干嘛 你们明明是喜欢对方的啊 拜托你们不愿意 每次都把情侶藏在心底 我跟爱德华之间的问题 并不是我开口述说 便能解决的 哦 我真的是 哦 我很好啊 我没有什么事可以说 那我也没有啊 看 你这是不愿意讲的人吧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根本就不相信更何能 胖吧 你认为一个话题让我们平安对你感到失望 难道说出来我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吗 现在是玛丽安的事情比较重要吧 那至少你可以被我自己想当痛苦吧 我不这么觉得 如果我说了不仅会让她更烦恼 还要担心这件事被传开来 好 这讲出来的女人就不相信她呗 不是 纵观大局来说 现在不讲是最好的 那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也就是 有什么好说的 嗯 我才能遇见 我才能有什么事 我们也会发现 我才能听到 我才能听到